大家好 我是蔡振元 我们要谈到底荷兰人 派到台湾的大员长官有哪些人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前面两位长官 第一位荷兰人派到台湾统治台湾的长官叫宋克 第二个叫韦特 总共荷兰人在台湾派了12个大员长官 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 获得了尼德兰七联省共和国议会的授权 可以在海外设立海外政府 那么他们就先在了亚加达 当时他们把他改名叫巴达维亚 设立所谓的东印度总部 这是他们的海外政府的首都 然后从巴达维亚就是亚加达 派出一些长官到各地去 那先派到台湾来的长官就叫宋克 那陆陆续续派了12个长官 在统治38年里面总共有了12个大员长官 那宋克就等于是跟另外的 由巴达维亚就是亚加达所派来的 其他的所谓的平议员 那共同组成了来一个政府机构 来统治台湾岛 所以这样的一个统治的机制 非常的特殊 所以他们名字呢 为什么我们叫长官呢 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governor 那同时成立一个叫平议会 这平议会呢叫consular 平议会会有平议会的议长 那这个议长呢 等于是统治台湾的一个第二把手 那在文献上呢 他们也经常把这个大员长官呢 称作热兰遮成长官 也把这个平议会呢 称作福尔摩沙议会 大员呢 这两个字是中国汉族闽南人呢 对于他这个长官的称呼 所以我们就习惯上把他称作大员长官 那热兰遮成长官呢 这个名字出现在 这个荷兰自己写的文献上比较多 同时呢 由这个长官跟这个平议会所组成的 他们也经常把他称作福尔摩沙领地政府 福尔摩沙领地政府 不过第一个人的长官啊 宋克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事实上他只想要经营一个贸易的据点 他并没有任何计划要殖民统治台湾岛 这个贸易据点啊是他的首要任务 因为荷兰人认为 为什么要到澎湖找据点 那澎湖后来因为跟中国政府冲突 然后就退到台湾的大员港港口来 建立的一个据点 虽然叫做福尔摩沙领地政府 但是后来的称呼啦 早期就是大员港的港口的长官 这个等于是一种所谓港口占领军 他是想要占一个港口 然后用来跟中国大陆 或者跟日本做生意 所以他是个生意上的据点 所以因此他为了做生意 所以要有仓库 要有生意的管理单位 他们把这个称作商馆 商馆啊英文就现在等于工厂 当时是叫商馆 叫Factory 所以为了有商馆为了有货物 但是呢为了要有武力 可以保护他们的生意 也可以保护他们的商馆 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城堡 城堡让军队禁足 那同时城堡也让重要官员 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不受外来安全的威胁 所以因此他们需要有商馆 那么也要有城堡 那为了要有商馆城堡 他们的选择在大远港 我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时台南市 有一个叫做很大的台江内海 那目前的台江内海的范围 比以前小很多 台江内海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台湾海峡 跟台南的海岸线 凹下来有一个很大的内海 那为什么叫内海 因为在这个海面 跟台湾海峡中间 有很多的沙丘岛 那这个沙丘岛 就使得台湾海峡 风浪比较大的时候 台江内海的风浪能量会比较小 所以台江内海就适合于怎么样 商船 战船 可以停泊 可以停靠 所以台江内海跟这个 台湾海峡中间的这个沙丘岛 是一个很长久累积而成的 又很牢靠 所以因此呢 他们就在这个沙丘岛上面 挑了一个地点 来作为他们的城堡的据点 这个城堡呢 就是后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热兰遮城 也就是安平古堡 然后城堡呢 的对面 中间隔了一个进出口 这个进出口 我们后来称作大远水道 因为沙丘跟台江内海中间 有两个主要的这个进出口 进出口的船可以航经这个水道 从台湾海峡进入台江内海 或者从台江内海 可以行驶 经过这个水道呢 去的台湾海峡 那这个水道 主要的水道有两个 一南一北 北边的叫做路尔门水道 南边的叫做大远水道 然后他们所选择的热兰遮城呢 是在大远水道的南边 南岸 然后呢 在大远水道的对岸呢 他们就想办法 要弄个商管 关键说商管呢 是在大远水道的北边 城堡要在大远水道的南边 然后在城堡上面呢 架设炮台 那么就可以封锁 或可以管制其他的船只 进入台江内海 他的用意是有一种 警戒跟保卫的功能 那因为路尔门水道 相对比较前 比较不适合船只来航行 所以入热门水道呢 就暂时把它搁着 主要是经营大远水道 因为水道当时看起来比较深 所以呢 台湾海峡上的船只 可以通过大远水道 然后进入台江内海 来停泊 也可以什么呀 也可以行驶到了赤坎楼 因为台江内海的最西边的岸边 就是现在的赤坎楼 然后当时的这个靠近 这个台湾海峡的中间呢 就沙洲岛上又有一个热兰浙城 所以荷兰人就开始经营 这种贸易据点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那个热兰浙城上面呢 那个安平古堡的地方 当时称作易坤森 宋克呢 这个接任了一个大远长官的职务 那么就立刻的把他的舰队 从澎湖带到台湾岛来 就是到了这个热兰浙城的 预定的一个地点 宋克这个人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有法学博士的一个学位 有法学博士的学位 他是一个阿姆斯特丹人 纯粹阿姆斯特丹出生的 正统的荷兰人 然后他来的时候呢 他最重要就是盖伤管 以及盖热兰浙城 所以他来的 做的都是基本工作 不过啦 这个宋克到台湾来 才一年多呢 就不幸在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靠近大远港的地方 因为遇到风浪 船翻覆 他就逆水 就逆水不幸逆壁 那后来呢 他的尸体就 葬在热兰浙城的城墙外面 那我们要提的说 到底宋克对于这个 台湾的这个建设有什么影响 他最大的影响是 他1624年 那么来到了台湾岛 那他当时想一想说 光有一个热兰浙城 光有一个大远水到对面的商馆 这样可能不够 他觉得还要盖一个城镇 这个城镇呢 可以吸引这个中国商人 或者中国这个其他的人 以及日本的其他的人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居住 成为一个交易的市集 那同时呢 也可以呢 让这个原住民在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个做生意的一个中心 所以他当时呢 在1625年的1月份 他就用了15批的一个花布 花布当时叫Kagen 这是棉布座的花布 那这些棉布座的花布 通常都是在印度生产的 然后购买什么 购买那个台江内海 最西边的一片土地 那一片土地呢 地名叫赤坎 因为是 这个名字是平埔族的名字 叫Saken Saken啊 那为什么会被这个 中国汉族的闽南人 用闽南语翻译成 Chakam 这个有待研究 但是Chakam跟Saken 因是很近的 然后用15批的一个花布 那一批大概多少呢 听说一批就是一个 可以做很多人的衣服啦 花布在当时是一个 很珍贵的一个货物啦 一个货物 所以原住民啊 平埔族的原住民啊 看到就很开心 因为那个地本来是谁 是新港社的 所以他们就想要在这边弄一个叫做普罗明泽的四街 这是一个街道而已 然后两边的土地啊就交给这个中国人或者日本来盖房子 那荷兰人自己也盖了一些宿舍 盖了一些医院 盖了一些仓库 不过我们了解到就是赤坎这个地方再更早一点 大概是在1617年 就是荷兰人来的一个七年前 就有一个福建的海盗叫赵炳建 那曾经呢来这个赤坎的地方呢 那用一个主委就盖了一个号称赤坎城 所谓赤坎城应该就是一个竹篱巴而已啦 所以宋克最重要的是花15匹的棉花布 买下赤坎的一个土地 然后来这个想要准备盖一个叫做普罗明泽的四街 1625年啊宋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不太晓得到底台湾岛长得什么样子 因为在宋克之前啊 有人认为台湾岛是两个岛 有人认为是三个岛 他可能把什么淡水河啦或者是这个佐水溪 然后是什么河流啊 看成是一个海洋 然后把这个岛隔开 没有人知道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岛屿 所以宋克呢就派出了两条船 找了一个舵手叫诺德洛斯 诺德洛斯呢就开着船 沿着台湾海峡的海岸由台南向北 那么航行到了这个基隆 再由基隆呢往东航行 到了花莲台东 最后到什么屏东 鹅兰比 绕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台南 他这样子沿途绕一圈啊 就把台湾岛的整个岛形给画出来了 那画出来呢 这个可以说是台湾岛有史以来 知道是一个完整的岛 而不是像早期的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认为说是三个岛 两个岛所组成的 所以他可以说是第一个 画出台湾岛地图的人 而且画的样子跟现在是蛮接近的 那他为了要让台湾岛 有一个国际贸易 还有一个货物转运中心的功能 就是说日本来的货物运到台湾 转运到东南亚跟欧洲 然后欧洲跟东南亚的货物 运到台湾 转运到中国大陆跟到日本去 同样的中国的货物可以运到台湾 然后再转运到日本 或者东南亚跟欧洲 他基本上是想要扮演这种功能 所以也因此宋克的规划 就使得台湾岛开始逐渐的 浮在这个世界的贸易网子上 走上了世界的舞台 当时宋克在1625年4月份 跟八党维亚写报告 他报告是这样说的 他说台湾岛每一年可以产陆皮 20万只 20万张入皮是很大一个数量 那么鹿肉干跟鱼干的产量相当的大 然后他还说 每一年中国的渔船跟商船 都会来到台湾岛 来捕捞 以及收购这个鹿产品 每一年都100艘以上 那中国人进入原住民的村舍 收购鹿皮 鹿肉 鹿龙 鹿鞭 而且他说中国人甚至计划 要长久定居来经营鱼越 就是补鱼越 把鱼干晒干 然后用盐巴处理 又转运到各个地方 另外在宋克他同时也做了一些 一些跟西班牙人冲突的事情 1625年4月13号 他派了荷兰的舰队从大园出发 然后在马尼拉旅宋岛的外海 跟西班牙的船队 爆发了一场海战 他可能是要去抢夺西班牙人的商船 那荷兰人虽然发炮400多次 死了4个人 13个人受伤 最后荷兰的舰队还吃了败战 然后在败退的时候 在5月17号还在台湾海峡 抢劫一艘中国的商船 然后把商船上的中国人 都押到这个巴达维亚 就是印尼去做奴工 这是荷兰人的 他的演艺方式实在是很没有水准 宋克在1625年的7月1号 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他吸引很多日本人来做生意 也吸引很多中国人来做生意 他说如果日本人或者中国人 从台湾岛输出货物的时候 从台湾岛买到鹿皮鹿笼或任何东西 然后要出口去到中国跟日本 他都要克10%的出口税 他认为这样子 有克税的话 日本人跟中国人生意就做不下去 这个生意就会落到荷兰人手上 就有荷兰人来跟原住民买东西 然后卖到什么 卖到中国或者卖到日本 或者是说荷兰人自己跟中国人买东西 然后卖给日本去 不要让日本多赚一手 也不要让中国人多赚一手 一样的 这个荷兰人可以直接跟日本买东西 然后卖给中国人 如果中国人来做这个买卖 都要多付10%的出口税 我们讲的关税都进口税 但他克的是出口税 不管你货物从哪里来 你只要经过大圆水稻 要卖出去的话 就要克增10%的出口税 那中国的商人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但是日本的商人却非常不满 日本的商人他们认为说 你在我们日本做生意 我们日本人也没有克你10%的出口税 那为什么你要克我10%的出口税 这怎么样的就是没有互惠 都不平等 所以日本人对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愤怒 不过这个决定不到两个月多 1629年9月17号 宋克从澎湖搭船回到了大圆港的时候 就在港外发生船难 就我们刚才讲的 就因此怎么样 去世了 在当时1626年 西班牙人有找了那个荷兰人所雇佣的 不能叫雇佣 所有的一些黑奴 有一个黑奴的小孩 他就把他抓走了 然后由这个黑人的小孩 告诉他们说 荷兰人到底在这个大圆港口台江内海里面 到底是什么布点的 那这个后来根据这样的一个口述的资料 画出来一个很有名的图 地图叫做福尔摩沙岛上 荷兰人的港口描述图 这张图里面 他说在这个大圆水到北岸 那个北岸的地方 就是一个沙洲岛 那叫做北县尾 或者叫北县岛 那北县岛呢 有人叫北汕岛 不管汕头的汕 不管怎么称呼 这个荷兰人就把它翻译成 巴西岛 就是北县岛 北县岛 明南北县岛 他说 这张图里面说 在北县岛 北县岛 北县尾的时候 有三栋长行的住屋 然后他说 这是日本人的村落 然后住民说 日本人住在那边 有160个人 不过到了1639年 也就是13年以后 日本德川政府 开始进行锁国 因为跟西班牙人 古道亚人有一些纠婚 有些宗教性的冲突 所以日本人 全部被下令回国 所以这个日本的村落 在后来就不见了 那以上跟他讲 就是说 第一任大员长官 宋克来到台湾 短短的一年多 那到底做了什么 谢谢你的收看